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全世界禁止引人深思的短片 《默访》 荒芜人烟的海面上有一座小岛 小岛上住着许多与世无争的居民 它们和普通人不一样 多数时间都是禁止状态 让人怀疑它们到底是真人还是被操控着的傀儡 小岛的最高处矗立着一座风车 每当微风轻轻拂过便会转动 风车内的所有零件开始运作 小岛上的居民们这才会行动起来 原来这是一个靠风车转动来维持运动的小岛 而且风车转速越快 小岛居民行动的也会越快 甚至可以在短短几分钟内铺好房子的木板 不过意外发生了 风车内的一个小零件顶不住了掉在地上 因此盖房子的男人也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不再跟随着风车的转速运动 看着小岛上匆忙的以二倍速生活的人们 踏成了一个异类 雨过天晴 风车停转 小岛上所有人都静止了 只有男人可以行动 他将静止的妻子抱到了刚刚建好的房子旁 妻子醒来后十分开心 可两人刚拥抱在一起 他又静止了 吃饭的时候也是 本来是惬意的晚餐时间 却因为风车转得过快 让妻子一刻也停不下来 刚刚做好的热乎饭菜 直接被他收走扔掉 晚上两人正准备脱衣服睡觉 妻子又静止了 男人只能无奈的给站着的妻子盖好毯子 自己却一夜未眠 他受够了这样的生活 明明有爱人相伴 却如同处在两个世界 他愤怒的踹上斧头 砍掉了代表小岛的风车建筑 气冲冲的跑到山上准备毁掉风车 小岛上的居民见死情形纷纷跑来阻止 可是他们没办法 因为风车不转 他们就动不了 男人顺利的砍掉了风车所有的支架 让他直直的坠下了山顶 将风车视为信仰的人们群起而攻之 将男人逼到了危险的境地 眼看自己性命不保 风车停止了转动 人们的行动也停止了 男人就这样静静的被吊在悬崖边 幸好风车坠落在了河边 河水缓缓的流速 让他成了个涌动级 人们终于可以自由惬意的生活了 我们每个人都是风车中的小零件 缺了一两个并不会影响到整体的节奏 大多数时候我们能做的 也只是紧跟风车的步伐 能成为那个拿起斧头改变世界的人 需要的远远不只是他的决心和毅力 作为一个平凡的普通人 既无法改变世界 那就尽量不被这个世界所改变 或者换一种方式说 尊重自己的内心去生活 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节奏 才会拥有快乐惬意的人生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好好生活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星星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